哈喽大家好,我是妙招姐 现在这是小龙虾大量上市的季节 那么今天,妙招姐就来和大家分享几个吃小龙虾的注意事项 非常重要,每一条都关乎我们的健康安全 第一,虾头里的黄到底是什么,能不能吃 说到虾头里面的黄 有的人会说这是母虾的虾软 是非常一样美味的 也有的人认为这个是虾屎 都是重金属,不能吃 那这个黄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黄 它既不是虾软,也不是虾屎 而是小龙虾的干一屑 也就是虾的肝脏 那这里很多人会说 网上都说这个是虾软啊 没错,成熟的母虾确实是有虾软的 但这只是公虾 所以这个不可能是虾软 那我们怎么区分公虾还是母虾呢 大家看到,小龙虾腹部要是有两根这样的小管 就是公龙虾 这个是公龙虾的生殖器 而母虾的腹部是没有这两根小管的 我们把母虾扒开也一样是有干一线的 而且每一只虾都会有这个干一线 所以大家平时吃的虾黄并不是虾软 而且真正有虾软的母虾也是少之又少 另外虾头除了干一线 还有虾的很多器官 比如胃和腮 这些是吸收并处理毒素最多的地方 也是最易积聚重金属 病原菌和寄生虫的部分 在这种环境下 干一线是极其容易被污染的 很多吃小龙虾的人吃坏了肚子 就是因为吃了被污染的干一线所导致的 所以从饮食安全的角度来看 还是建议大家只吃虾尾不要吃虾黄 第二 死虾能不能吃 对于这个问题 就要看小龙虾死了多久 如果是刚死的 那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如果小龙虾死了两个小时以上 就不建议大家吃了 因为小龙虾本身就不是很干净 体表和体内都含有污垢 寄生虫及病原菌 而小龙虾属于高蛋白食物 夏季天气炎热 在细菌分解下 这种高蛋白食物极易腐败变质 人吃了就容易中毒和拉肚子 而且小龙虾含有大量的阻氨酸 当小龙虾死后 这些阻氨酸会很快变成有毒物质 人食用后也会容易引起食物中毒 所以两个小时以上的死虾就不能再吃了 第三 小龙虾煮多久可以杀死寄生虫 通常寄生虫在70摄氏度的温度中 煮至10分钟左右就会死亡 如果是100摄氏度的温度 杀死寄生虫的时间就会更短 虽然水开的温度是100摄氏度 但是小龙虾煮的时候 并不是所有部分都有一百摄氏度的 因此小龙虾最好是烧10分钟以上 现在妙招节再来教大家一个 处理小龙虾最干净的方法 第一步一定要先用刷子 把小龙虾的腹部刷干净 然后我们再把小龙虾头部的壳给扒掉 这样可以直接去除小龙虾头部的内脏 接着再把小龙虾头部两面的腮给去掉 腮是最脏的 一般细菌及生虫都在腮里 要是不用考虑小龙虾的美观 你还可以把它的小角也全部给扒掉 现在我们再来处理虾线 处理虾线也非常的简单 只要捏住小龙虾最中间的小尾巴 然后这样拧半圈 就可以直接拉出虾线了 虾线就是小龙虾的肠道 也是非常脏的 那么这样一只小龙虾就处理好了 这样我们煮熟后就可以放心的吃了 那之前妙招姐还和大家分享过 蒸大闸蟹最正确的方法 和大闸蟹最正确的吃法 大家只要微信公众号搜索妙招姐 然后关注后回复 大闸蟹做法和大闸蟹吃法就能看到哦 除此之外 大家关注妙招姐还可以看到 400多个食用有趣省钱省店 编飞为宝和各种手机技巧的小妙招 要是你觉得今天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就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吧 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还有记得在下方点赞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